大家好我是B雷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海洋棠轉輪科技三口式第31款 蓋特機器人蓋特1號 那麼這裡就是他所有的配件 一樣是標準的V型地台支架 10mm轉輪 還有一個腳踏的一個 額外的支架 那披風是一個固定的造型 非常有飄逸感的這種 固定式硬披風 再來有一對他的這個蓋特的槍 這個槍算是這裡面塗裝細節刻畫 算是比較有看頭的兩個東西 那槍托也有做出來 然後這裡有這種刺刀 再來是一對蓋特的戰斧 刀鋒跟這個過渡處 有做一個這種顏色的色差塗裝 不過這個斧頭拿起來 是感覺比較小氣的一點點 有一對開掌手 很有張力的一個開掌手 然後手臂手背 也有一個簡單的聖線處理 再來是一對持槍的造型手 那有做出手腕這個額外的一個 一圈金屬的分色 那他的卡榫是斜的向外的 再來有兩個不同造型的左手 一個是手刀手 然後一個是中指稍微突出來的 這個算是打鬥用的攻擊的手勢 那就很像蠟餅小星他媽媽在對小星的太陽穴做出那個 爆擊的這種攻擊 披風的安裝其實也是非常的簡單 那他這個兩邊都有一個凹槽 之後我們就對他這個紅色的造型外側直接扣上去 他就卡住了 但是他這裡有一個比較不好的就是 會有露出一片空白的一個造型 不過他整體從正面看的話 氣勢還是有的 稍微有點增加那個披風 在飛行的一個造型 從上面看也是不錯的 那如果你反著給他扣也是可以啦 勉強能夠抓得住他這個卡榫的摩擦力 那正面看的話呢 他的披風就會跟身體比較有貼近 那當然正常的話 他是一個飄逸起來的一個風格 再來武器的話 當然就是磁握的手型 直接給他插進去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安插過程比較緊的話呢 可以稍微潤滑一下握把 或者是說稍微吹風機加熱 讓他的PVC軟化一點點 那當然他這個手型一樣 就是傷口的這種慣用的方式 兩種武器 就是使用這一種類似於握槍手的手型 去做一個把玩 那麼如果你要握他的那個蓋特的大槍的話 首先我們先換手型 之後呢再把這個大槍 這個握把 像剛剛我拿出來他這裡就秤漆了 這個是算是他原本設計公差的問題 或者是漆面太厚 像你在裝上去的時候 他大概就是握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即便他的這個軸是向外擴的 他可能想說要讓你靠在旁邊 可是正常來講 他的能夠起到的用途是 大概是接近腋下的一個地方 所以你在彎曲的時候 他這裡握把最多就是握到這樣 然後他這個地方才不會跟這裡做一個磨蹭 你在把玩的時候會感覺到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的真實 所以他的造型大概就是擺這樣而已 然後這把大槍的刺刀 其實他卡榫應該是可以拿下來 我不確定是沒有黏死 還是故意做可以分離的設計 那他拿下來之後也沒有其他可以收納的地方 但他跟這個碧刃的卡榫又不一樣 所以也不能裝在這邊做一個特殊的一個擺飾 只能說應該是一個為了方便上色 所做出來的一個分件 首先頭部跟脖子是一體的 然後脖子下面是一個6mm的轉輪 身體部分是一個向後斜叉 再來蓋特的肩膀是斜切關節 再來蓋特的肩膀是斜切關節 是石心的裝 之後跟身體連接 手肘部分也是一個6mm的轉輪 是一個向後叉的角度 上面也有一個嵌套關節 手臂的閉刃是一個可以拆分的 那他卡榫目前我兩邊都可以拆拔 是沒有黏死的狀態 所以在收納的時候如果沒有盒子的話 收納在袋子上可以把這個閉刃拆開 以免他斷裂 然後手肘部分 手腕是一個簡單的石心裝 身體的部分是一個10mm的轉輪 向後斜叉 然後水桶腰的部分是一體的 跟褲叉是一體成型 一個向下叉的一個角度 跨步呢是一個向上的一個方式 大腿呢是一個稍微往後的斜叉 膝蓋的部分也是稍微有點斜叉 再來小腿 最後腳踝的位置 其他的腳掌 那麼這個蓋特整體來說 他的上半部分的可動算是比較普通 那下半部呢用了全轉輪的設計 但是造型來講可能還是有些不太喜歡這種 膝蓋很大的一個肉空的一個造型 頭部的可動呢 是一個向後斜叉 所以他有一點點側頭 但是角度並不大 那向後仰的一個角度大概就是這樣 向前的話也只有到前面這樣 他的頭跟脖子是一體的 所以在轉的時候呢 角度也是比較有限的一個轉彎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做出一個比較側面的一個方向 做一個水平90度的側看 那肩膀是雙斜切 所以你要先摸清楚他這一個 最裡面的斜切 是有一個向外的一個幅度跟往後 再來第二段斜切的話是一個 稍微可以這樣轉的一個角度 所以這兩個斜切要慢慢的去適應 去達到他手臂平舉 上台 各種向前 然後向內延伸的一個造型 他的往內角度不是很大 基本上是每到身體的中心線 所以這部分呢 也是他設計上後面就改成了斜插肩膀的一個地方 那手肘是可以旋轉的 然後臂刃是可以拆下 所以把玩上是比較沒有刺手的問題 不過如果你覺得拆來拆去麻煩的話 可以自己黏死或者是塞點藍釘膠在裡面 那手腕就是比較不討喜的這種簡單的卡榫關節 那他插把也是有這個突起的防脫落環 所以如果覺得太緊可以稍微削一點或者是潤滑一下 那他的這個胸是一個10mm 向前的話呢 最大角度大約是這樣子 那他本身的一個水桶腰其實是有做一個特別的弧度 那他的一個後仰的角度也會比較優秀一點 加上他這個腹部跟跨部這裡的一個曲線 會感覺他後仰是比較厲害的一個造型 然後背部的話呢就是有一個這個 雖然不知道他的這個防穿幫是有沒有做 不過整體來講後面還會再加上披風 所以這裡是可以做一個遮擋的 那不過可惜的是他這裡不是做一個支架孔 那所以這邊他的支架呢 是比較不太能夠方便把玩的 腿部的話呢 向上的叉跟向後斜叉 所以他有一個往後有一個比較不錯的一個角度 整體一個向後彎曲後仰的角度 是比較有一個曲線存在的 那彎腰的話也不是沒有 只是說他這裡的斷落感會比較有落差 然後大腿的話呢 可以稍微拉出一點 做一點這個 轉輪的一個小作弊 那角度大概還是有一個超過正常的水平 膝蓋的話呢 這裡是有做出這個 銀色的一個 零件當作一個補充 避免斷落感太大 不過整體來說這個白色球關 是比較突兀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他用成銀色 或者是說 他把這個做在前面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遮掩他這個關節的空洞 那他這個兩個造型的地方 勉強還是可以做一些旋轉 所以斜叉的用途還是有留在 他這個膝蓋設計上面的 那腿部側踢 基本上是沒問題啊 向後的話 你轉到一個大腿 有一個凹槽的角度的話 向後的角度也是可以非常大的 那腳踝部分呢 就是正常的旋轉 向下 向下角度是不錯的 然後裡面的空洞 可以稍微收納一點 腳後跟 向上的角度就不是太優秀 那接地的話呢 一樣轉到這個90度幾乎是沒什麼問題 整體來說要留意的就是他肩膀的這個雙斜切 因為他的雙斜切不是直上直下的 才能導致他的這個斜切角度多樣化 可以轉出各個方向 但是就是他的手臂要向前聚攏的話 是一個比較弱的一個造型表現 所以這裡的話算是有點可惜 那也好在後面的一些蓋特啊 也有出現這種肩膀是斜插轉輪的 也可以考慮買後期的版本來玩 那剛剛忘了手手的部分 手手部分其實像他向後斜插的這個角度 大概都是維持90度 然後這個嵌套零件是可以卡進去的 當然有沒有卡都差不多這樣而已 然後可以旋轉 那他向後斜插可是他裡面這個 嵌套零件卡住 所以不太能夠有左右的這個擺動 再補充一下腰部的左右側 怎麼今天老是忘記講一些東西 他的左右側角度也算是不錯的 不過他左右側的話他的頭有點不太能夠跟得上他 想要額外轉的一個角度 所以這一點頭跟脖子是比較可惜一點的地方 那麼最後就簡單的心得減平一下吧 這款蓋特除非你有找到便宜的價格 不然其實基本上現在海洋堂的 這個山口式的老物也都慢慢的在減少了 那麼物以稀為貴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要花大錢買其實也不是不行 只是說這個蓋特一號他的賣點主要是在這兩把槍 那在後面的蓋特一號其實都是斧頭啊或者是披風 那或者是其他的這種像黑蓋特也是比較人氣角色 也比較不好買之外 當然這個如果在有緣的情況下可以買到好價格 其實是可以買來玩看看的 不過肩膀的斜切跟頭部的可動不是那麼好 加上披風的固定其實也是有一個算是缺點 就是太死板了 那他身體後面的這兩個小卡榫 其實是為了後面的黑蓋特做出了一個彈甲的卡扣 這個你拿來做披風的扣點也是可以 只是他扣的不是很穩 可以稍微活動一下 做一個簡單的把玩 但是正常來講他的披風其實沒有那麼的有趣 感謝各位有耐心的收看 那麼本集呢因為沒有時間特別去拍Post集 所以影片就到此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訂閱關注我以上四個社群 那麼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